从17世纪起,成千上万的华人飘洋过海,下南洋谋生,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才华超群,通过艰苦奋斗成为著名实业家和华侨领袖。张碧氏就是其中比较杰出的一位。从今天开始,我们来为您讲述张碧氏的传奇故事。 2011年11月28日,广东华侨博物馆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。他就是著名华侨实业家张碧氏的孙子张世昭先生。张世昭率领寻亲考察团回家乡寻根,向广东华侨博物馆捐赠了二十多件有关张碧氏的珍贵文物。 张碧氏又名张震勋,是清末民初著名华侨实业家,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先行者。张碧氏共有八个儿子,四子名叫张建豪。张世昭是张建豪的儿子。 到了张世昭这一代,张家已经衰落。张世昭在香港出生,长大,一直从事警察工作,直到退休。 父母没有给张世昭留下什么财物,留下的只有张碧氏的一批珍贵历史资料。 张世昭把他们看得比金子还要宝贵,精心保管数十年。 张世昭这次率领寻亲考察团回家乡寻根,带来了祖父的二十多件珍贵文物,把它们捐赠给广东华侨博物馆。 这些文物都是首次公布于世,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。 现在让我们通过这些珍贵文物,去了解近代中国十业新邦的先驱者张碧氏先生。 月光光秀才狼,骑白马过连堂,连堂被种韭菜,韭菜花结庆家。 庆家门前一口糖,养的鲤鱼八尺长。 这是一首筷炙人口的客家民鸟,生动描写了客家人的田园生活。 张碧氏就是一位客家人。 1841年12月21日,出生在广东省大部屋西河镇,车轮平村。 张碧氏的父亲张兰轩是位秀才,在山村私塾教书。 他还通宵中医,闲暇时为乡亲拔脉看病,解除病痛。 张碧氏跟随父亲读了三年私塾,因为家境贫寒,十二三岁就辍学了。 他放过牛,在竹器作坊里当过竹编工,艰辛的生活培养了他吃苦耐劳的精神,坚韧不拔的意志。 1856年,年仅15岁的张碧氏撒泪告别双亲,以猪仔的身份到和属东印度巴达维亚,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采矿厂当矿工。 由于张碧氏做事勤快,为人忠厚,又聪明过人,深得老板的信任。 老板让他担任账房,后来又把女儿许配给他。 岳父过世后,张碧氏继承了岳父的产业。 张碧氏开始了艰辛的创业路,人生的机遇有时就是一种巧合。 张碧氏开了一家酒行,有段时间,一位荷兰青年军官经常到酒行来饮酒,有时还喝得酩酊大醉。 张碧氏就开导他,给予他很多安慰,两人由此相识成了朋友。 让张碧氏没想到的是,这位荷兰青年军官后来给了他不少帮助。 张碧氏的人生由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。 张碧氏的人生由此来查看。 张碧氏的人生由此所谓得的易争 drinks。 赞尔青年军官真正正的流行, 权尽人生由此站在出现。 笼也因此为了少人当阳内地押食器。 赞尔青年军官,使得金价格。 还这位荷兰青年军官在呢? 我只能让他在的人身在前面。 那不是要闪 你的能量有帮助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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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